谭医师,我们要请问一下关于鼻子呼吸中止的问题 那要如何使用仪器,他的儿子整天流鼻水,过敏性的鼻炎,都要用嘴巴呼吸,晚上睡不好 所以请问要如何改进 这一个大概就是有两个毛病了,第一个就是鼻子呼吸 鼻子呼吸就是睡眠知识症,这个叫sleep apnea sleep apnea目前西方都是扣仪器,扣供养,他们没办法解决 但是我们也曾经大概十年前做过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很成功,但是没有被医学界接受 我们从医学院那里租了十部机器,来检查睡眠知识症 睡眠知识症一般就是人脑和脑干的毛病 有呼吸系统,有呼吸系统,有呼吸系统,有呼吸系统 呼吸系统它在引脑,而且不是在肺 他们供养可以,但是没有办法 这样这个睡眠知识症中止 那么我们这个睡眠知识,只要是头的后边 这个脑户,脑空,这两个是指腰的穴位 但是这个就是脑干的地方,就是说脑干供养不足 就是说我们再从这个整一二三,这样两个动脑打通 那么呢,就有很好的疗效 治疗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放一个杂质在后边 一个杂质,然后呢,前面呢,就可以放一部机器 对着鼻子的地方,但是不要对着眼睛 因为有戒光的话呢,可以对着口部 它都是穿过的这个,这个引力可以打穿过来 这个呢,是治疗这个睡眠知识症 但是呢,这个鼻子过门呢,就跟这个睡眠知识症不一样 这个过门呢,本身呢,它就是一个自体免疫功能的了 那么自体免疫功能呢,一般呢,我们处理呢 它还是从这个自体免疫血统 就是说中一二三四七,这四个穴位 让它打通,但是它是鼻子的问题 鼻子的问题呢,可以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戴这个眼睛,眼睛呢,对鼻子有很大的帮助 然后呢,可以在吸,在减三,四的地方 然后呢,就是在鼻子,你用童颜疗法呢 在鼻子的地区敲一敲 而且呼吸的话呢,可以用弹钟 可以丹腾,气海 所以呢,我们这个呢,一般有很好的疗效 而且这个尽效也很快 所以呢,这是两个不同的毛病 一个睡眠指示症,一个呢,就是过敏 过敏呢,就是按照这个自体免疫功能处理 但是这个睡眠指示症呢,就是按照这个脑肝的方式去处理 你可以用童颜,也可以用推拿,也可以用金灸 什么都可以 但是这些穴位呢,就是不便 不论你用什么方法 而且我们有很好的疗效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 前面你那个仪器是有光嘛 你说光不要照到眼睛 那你也可以用那个仪器没有光的 是不是一样好的效果 有的仪器没有光的呢 以前的呢,看是哪一个时代 早两年的呢,我们呢 还没有用到这个引力医学 要是用这个引力,有这个MODER 再转的话呢,一样可以 不一定要有借光 但是进来的呢,我们将它扎进了借光 那么你就可以用这个借光 没有借光的仪器,也一样可用 谢谢,非常感激 谢谢,非常感激